为了要个儿子 夫妻俩不顾女儿反对 做了一个决定 夫妻成功领养到一个儿子后 竟然又急着要退还 得来不义的儿子 生父母和养父母 为何都不要了呢 包头是土莫特又齐人民法院法官胡杰 即将为您讲述还不回去的儿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201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北方某地的一座百货大楼 刚一开门 就见一个中年妇女 怒气冲冲地抱着个婴儿走了进来 她环顾了下四周 然后突然开始大声叫骂 孙玲 你给我出来 自己的亲生儿子你都不养 你还叫人吗 听见叫骂声 周围的顾客和售货员 都纷纷围上前来瞧热闹 中年妇女见状跟围观群众说 大家都来评评理啊 孙玲是这儿的售货员 她是个大骗子 自己的孩子有病了 她不想养 骗我们来替她养孩子 说着中年妇女哭了起来 围观群众也开始议论纷纷 孙玲啊 确实是这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她看到有人气势汹汹地来找她 赶紧躲到了货柜后面 可是听到中年妇女越骂越难听 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 孙玲待不住了 她冲出来大声辩解 李爱玉 当初是你自愿把孩子抱回去的 现在发现孩子有病了 要给我送回来 谁知道这孩子的病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啊 咱俩到底谁不是人 李爱玉一看到孙玲 立马火冒三丈 她把婴儿往柜台上一放 冲过去就和孙玲撕打了起来 围观群众见状赶紧报了警 两个女人因为眼前这个孩子 而大打出手 看上去都嫌弃孩子有病 可当民警看到这个孩子时 发现孩子白白胖胖 很是讨人喜欢 如此可爱又不吵闹的孩子 到底得了什么病 两个女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派出所里 警察了解到 打人的中年妇女叫李爱玉 她的丈夫叫张大成 这两口子是县里有名的养殖大户 已经有了个女儿 今年21岁 叫张晓芳 可是有一点 夫妻俩一直都喜欢儿子 尤其是近些年 生意是越做越大 钱也赚了不少 钱多了免不了招人眼红 就有亲戚提醒李爱玉说 钱赚了再多有什么用啊 又没个儿子继承家业 这女儿以后是要嫁人的 到时候你的家产 不都让人带到婆家去了吗 张大成也觉得 好像没个儿子 确实是低人一等 可是媳妇李爱玉 已经快50岁了 早就错过了 最佳生育年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所以张大成思量再三以后 就跟媳妇提出 想要抱养一个儿子 其实啊 李爱玉比张大成 还迫切地想要个儿子 这是因为 早在李爱玉 嫁到张大成家的时候 张大成的父母 就跟李爱玉说了 张大成上面有三个姐姐 她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所以公婆就把抱孙子的希望 寄托在李爱玉身上 可是她却只生了个女儿 没抱上孙子 让公婆始终有点耿耿于怀 话里话外 总是责怪李爱玉 这也让李爱玉 这么多年觉得 在公婆面前 有点抬不起头 可是 真当张大成跟她提出 要抱养个孩子时 李爱玉却有点纠结了 她心想 这抱来的能亲吗 可就在这时 她听到了一些 关于丈夫的传言 邻居王姐跟她说 有天她逛街 碰见他们家张大成了 旁边还跟着个 年轻漂亮的女人 李爱玉听完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却盘算着 外面的风言风语 结婚这些年 她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给丈夫 生一个儿子 而且前几天 丈夫突然提出 要抱养一个儿子 紧接着 丈夫身边就传出 有女人的绯闻 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观点 李爱玉想起来 去年家里养殖场 扩张的时候 张大成觉得忙不过来 就招聘了个女大学生 当会计 顺便还能帮她 打理一下养殖场的生意 这个女大学生 虽然年轻 但是聪明能干 还挺能吃苦 张大成对她也很是器重 经常带她参加一些生意场合 这一来二去 就有了些传闻 说张大成在外面 包养了个年轻漂亮的 女大学生当小蜜 没多久 这些风年风雨 就传到了李爱玉的耳朵里 李爱玉本来没把 这些闲言碎语当回事 可是 这些偏偏出在了张大成 跟她提出 要抱养儿子的节骨眼上 有人就提醒李爱玉说 人家张大成 现在可是张老板了 可别等到人家 和别人在外面生了儿子 你才着急 李爱玉心里很不舒服 跟张大成闹了几天的意见 不过后来 张大成都跟她解释清楚了 可是这些传闻 也让李爱玉 一改了之前犹豫的态度 她跟张大成说 同意抱养 可是这个事 光他俩同意还不行啊 该怎么跟女儿小芳说呢 夫妻俩泛起了难 其实小芳啊 从小就知道 爸妈喜欢男孩 爷爷奶奶 也曾当着他的面说过 要让妈妈再生个弟弟 那些年 张大成夫妇还真着想过 偷着生个二胎 可是女儿小芳反应激烈 不停地跟父母闹腾 甚至威胁爸妈说 不上学了 要离家出走 夫妻俩怕影响了孩子的学业 再加上 那些年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生育 二孩政策也还没实施 所以夫妻俩就只得作罢 可是现在不同了 女儿小芳已经长大了 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当地工作 夫妻俩觉得 那时候女儿小 不懂事 现在估计不像小时候那么抵触了 张大成家为了求子 找上一对待产夫妻 孩子临产前 对方突然反悔 但很快又答应送养 张大成夫妇的求子心愿 终于达成 但烦恼却随之而来 包头是 吐莫特又齐人民法院法官 胡杰 正在为您讲述 还不回去的儿子 所以李爱玉决定 自己去和女儿说这个事 可让李爱玉没想到的是 她刚一说完 小方就睁大了眼睛 惊讶地问她 妈 你这是咋了 你和我爸是想儿子 想得魔症了吧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还要抱个小儿子回来养 你们就不怕别人笑话吗 这句话刺痛了李爱玉 她大声地对女儿说 别人笑话 我这么多年 没有儿子才让人笑话呢 小方一听 委屈地哭了起来 对 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你们招人笑话了 你们爱抱养就抱养 用不着问我 说着 小方就跑出家门了 李爱玉没能做通闺女的工作 只好找来家里 和小方关系好的亲戚 大家轮番劝和小方 希望她能理解父母 小方一看这形势 也知道自己反对的意义不大 所以最后也就勉强答应 女儿这关总算是过了 夫妻俩就开始四处打听抱养的事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怀孕六个月的孙玲 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女人 孙玲今年三十六岁 和丈夫吴江结婚十二年 俩人已经有了个十岁的儿子 如今这突如其来的小生命 让孙玲是既高兴又犯愁 要吧 她和吴江都是普通的务工人员 工作都不稳定 收入也不高 现在是能勉强维持家庭 可是要养两个孩子 可就有点困难了 这要是再生个儿子 两个儿子 以后要结婚买房子 经济压力太大了 可是不要吧 当妈的又于心不忍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 所以夫妻俩再三商量 决定要是个女儿就留下 要是又生了个男孩 就打听看看 周围有没有条件好的人家 愿意收养 孙玲和丈夫 决定赌一把 随后他们便拜托 身边的亲戚朋友 帮忙寻找 有没有愿意收养孩子的人家 就在这时 求子心切的张大成夫妇 找上门来 两家人很快达成一致 如果孙玲生下男婴 就送养给张大成夫妇 生下女婴 就自己留下抚养 自从说定之后 李爱玉就对孙玲格外关心 续寒问暖地不说 还经常提着保养品到家看望 可是随着临产之日越来越近 孙玲看着自己逐渐隆起的肚子 慢慢开始舍不得了 她跟丈夫吴江说 这个孩子不管男女 咱们都留下吧 别送养了 穷有穷的养法 吴江呢 平时就比较听媳妇的话 虽然她也怕再生个儿子 经济压力太大 可是又拗不过媳妇 就问 那该咋跟张大成夫妇交代呀 孙玲却说 交代什么呀 这孩子在我肚子里 还没给他们呢 再说了 咱们又没收他们一分钱 有什么好交代的 慢慢地不联系了 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到怀孕后期 张大成想要到家看望 孙玲也谎称不在家 尤其是到了临产的前几天 孙玲夫妇干脆连张大成夫妻的电话都不接了 张大成夫妇也明白 估计是那两口子反悔了 又不想送养了 虽然很是气愤 但也无可奈何 白忙活了一场 夫妻俩都有点灰心丧气 可就在夫妻俩一筹莫展的时候 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这一天 李爱玉正在养殖场忙活 突然吴江一个电话打来 告诉他说 孩子昨天生下了 是个男孩 如果他们愿意收养 现在就可以抱走 挂了电话 李爱玉有点犯嘀咕 怎么这两口子又改主意了呢 旁边的张大成 一听说孙玲夫妇又同意送养了 简直喜上眉梢 说得赶紧把孩子接回来 省得夜长梦多 于是 求子新气的张大成夫妇 顾不得多想 乐呵呵地把孩子从医院 接回了家 第二天 这两对夫妇就来到派出所 给孩子办理落户 根据当时的规定 派出所工作人员 分别向两对夫妇做了笔录 双方均表示 送养自愿 收养自愿 不存在任何金钱交易 并且当场签订了送养协议 还把孩子的名字 从吴康康改成了张小宝 张大成夫妇的求子新愿 终于达成 夫妻俩对这个得知不意的孩子 格外地疼爱 然而就在孩子来到家里 五个多月的时候 夫妻俩却发现 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 这给张大成夫妇的心理 蒙上了一层不安的阴霾 五个月了 长得跟这三个月大的孩子差不多 人家孩子都会翻身了 张小宝却连头都抬不起来 逗他也不笑 叫他名字也没有反应 大大的眼睛里 总是透着一股呆滞 旧亲戚提醒李爱玉说 这孩子不会是病了吧 张大成夫妇决定 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检查 于是张大成李爱玉夫妇 带着儿子张小宝 来到了市儿童医院 没多久 检查结果出来了 上面赫然写着 唐氏中和征 先天鱼形 夫妻俩看到这个结果 简直如五雷轰顶 他们没有想到 这么可爱的大胖小子 居然是个唐氏患儿 这可怎么办呀 医生看到夫妻俩痛苦的样子 有点生气的责备 现在知道痛苦了 早干嘛去了 这个病在孕期的时候就能检查出来 做唐氏筛查的时候 医生没跟你们说吗 这句话提醒了李爱玉夫妇 这个病在出生之前就能查出来啊 难怪孙玲 吴江又答应给咱孩子了 合着他们是早就知道孩子有病啊 这不是故意坑人吗 从医院回来 气愤的张大成夫妇拿着检查结果 抱着孩子就直奔孙玲 孙玲 吴江家 可是 孙玲 吴江却失口否认 已经知晓孩子患病的事情 一听说张大成是来送孩子的 就更不干了 吴江对张大成说 当初咱们收养是自愿的 你们不能因为孩子有病了又反悔 这孩子已经改成姓张了 就是你们家人了 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说着就把张大成夫妇和孩子 给关到门外面去了 张大成夫妇不但孩子没送回去 还惹了一肚子的气 可是眼下张大成也没有别的办法 对孩子已经有感情了他们 只好又把孩子抱回了家 回到家后 看着酣碎在墙堡中的孩子 夫妻俩再也体会不到半点幸福 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烦恼 夫妇俩想要退还抱养的儿子 却被拒之门外 生养父母闹上法庭后 双方签下的抱养协议有效吗 这起由抱养儿子引发的抱养风波 女儿小方本来看在母亲苦苦哀求的份上 勉强接受了这个抱来的弟弟 可是父母执意要抱儿子的行为 已经让他伤了心 这回又因为这个事情 受到了同事的议论 小方一气之下 辞了工作 换了电话和家里断了联系 远赴外地打工去了 而李爱玉成天在家以泪洗面 本来想抱个儿子延续香火 和女儿凑成一个好字 可没成想 竟落得这般境地 但是这事也不能就这么吃哑巴亏呀 李爱玉心想 孙玲不让他进家门 就把孩子给他抱到他上班的地方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孙玲是个连自己亲生儿子 都能抛弃的狠心女人 所以这天一大早 李爱玉气呼呼地抱着孩子 就来到了孙玲上班的地方 要把孩子退给他 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警察又叫来了李爱玉的丈夫 张大成和孙玲的丈夫吴江 可是这两对夫妇 来到派出所后 仍然吵吵嚷嚷 互相指责 都说孩子该归对方抚养 谁都不愿意把孩子抱回家 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 连厉地批评了他们 并且警告他们 如果他们谁都不要孩子 可就涉嫌遗弃 那可是犯罪 听到这儿 四个人才冷静下来 最后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 双方决定起诉到法院 让法院判决 这个孩子该归谁抚养 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前 先由派出所联系民政局 代为照顾这个孩子 由此产生的费用 两家一家一半 就这样 可怜小宝 尚在强宝当中 就要面临 没有亲人照顾的境地 很快 李爱与张大成就来到法院 起诉了孙玲和吴江 要求法院确认 他们收养孩子的行为无效 张小宝归孙玲江抚养 同时要求二被告 赔偿七个月的抚养费 共计一万元 案件分给了李法官 同为人母的李法官 很是为张小宝的遭遇 感到痛心 为了更全面地还原案件事实 李法官多次找来 双方当事人谈话 并且走访了双方的亲戚朋友 还来到了张小宝出生的医院 了解情况 通过医生的陈述 以及查阅了张小宝的出生病历 李法官发现 病历中显示 新生儿可见面容成先天余形 见一些新生儿 就诊于上级医院 做进一步排机检查 这么明显的诊断内容 吴江夫妇却坚称没见过 如此反常的陈述 让李法官认为 本案不能排除 被告夫妇是明知孩子 患有唐氏中和症 而故意将孩子送养给原告夫妻 存在主观恶意的可能 那么本案中 张大成收养孩子的行为 是否有效呢 这就涉及到 我们要讲的两个法律知识点 收养人的条件和无效收养 根据当时适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第六条的规定 本案中的收养人 张大成 李爱玉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按照当时的条件 是不符合收养人的条件的 但是在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时 他们却故意做了隐瞒 虽然钻了空子 但是也给自己带来了 无尽的麻烦 也正是基于此 李法官认为 原告夫妇收养孩子时 系自怨行为 同时在办理户口时 存在过错 因此 对于他们要求 被告赔偿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 根据收养法 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 进行登记 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以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 以及本法规定的 收养行为无效 收养行为被法院确定无效的 从行为开始时无效 也就是说 虽然本案中 孙林夫妇与李爱玉夫妇 私下达成了送养协议 并且给孩子办理了落户 更改了姓名 但是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 去民政部门进行过登记 所以他们的收养关系 在法律上并未成立 最终法院判决 孙林吴江 与张大成李爱玉夫妇之间的收养协议无效 孩子 归亲生父母 孙林吴江抚养 同时 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这里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基本上沿用了收养法的相关内容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第1098条第一款的规定 将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 进行了放宽 这也更符合现在的国情 看到判决结果后 孙林和吴江的情绪十分低落 他们表示 负担不起孩子的治疗费用 为了孩子今后的成长 也为了本案能够起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理法官决定 从孩子的母亲孙林身上入手 再和她谈一谈 在法院的调解室 还没等法官说话 孙林就开始放声大哭 两久 她抬起头来说 不是我们不想接孩子回来 自从知道孩子生病后 我这个当妈的心里 就没舒服过 孙林夫妇没想到 当初对于产检的忽视 会造成这样无法挽回的后果 可是现在后悔要晚了 当下面临解决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孩子 接下来该怎么办 身为亲生父母的孙林夫妇 会心甘情愿 将孩子接回家抚养吗 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孙林吴江将有病的孩子 送养给他人的事情 在这个县城里传开了 亲戚朋友们纷纷指责他们 为人父母却生而不养 再加上李哀玉这么一闹 上个月百货公司通知孙林 让他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这都是报应啊 孙林满脸泪水地 对李法官说 李法官见机赶紧劝孙林 知道后悔了 就快把孩子接回来 孩子是无辜的 好好照顾他 多少能弥补你们的愧疚 孙林抹了把眼泪说 我们知道了 我们这就去把孩子接回来 该承担的总是要承担的 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孙林夫妇来到福利院接孩子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躺在婴儿床上的张小宝 却好似一点都没有长大 孙林把他抱起来 他就乖乖地躺在妈妈的怀里 而站在旁边 默不作声的吴江 此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而另一边 对于张大成夫妇来说 虽然赢了官司 可是他们心里也高兴不起来 在照顾张小宝的 这几个月的日日夜夜里 他们和孩子已经有了感情 现在孩子是能送回去了 但是他们既心疼孩子 又悔恨自己 被要儿子的狂热蒙了心 如今 暴养风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因为没有心情管理养殖厂 导致厂里亏损了十几万 钱亏损了可以再赚回来 但是被他们伤害了的心情 想要修复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夫妻俩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 在得知女儿在南方找到工作后 夫妻俩决定一起去找女儿 向她赔礼道歉 希望能够求得原谅 这场暴养风波就此画上的句号 但是由此引发的深思 却还在继续 在文明水平日益提升的当今社会 重男轻女的旧思想 却仍然根深蒂固地 存在在某些人的思想里 李爱玉夫妇 绞尽脑汁 想要抱养个儿子 传宗接代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而孙玲夫妇 明知孩子患病 还将孩子送养他人 事后更是企图推脱责任 好在 最后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愿意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 也让孩子今后的人生 有了些希望 好 真实案例 法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他拉着老乡投资开工厂 却因为偷别人专利技术被发现 他不想告诉老乡 工厂已倒闭 妄图通过赌博 捞回欠债 却掉进圈套 面对朋友不停地追问 他竟起了顾兄杀人的歹心 但没想到 顾兄的信息竟被老乡发现 恩将仇报的老乡下期播出